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片神奇而辽阔的绿色丛林 当温润的季风从热带的大洋远远北上 东南亚热带雨林的版图便不断跨越边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北纬21度线上的热带雨林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地区 常年气候炎热 季节差异极不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南部边缘地带 有一片不连续的由陆地、海岛和海洋组成的热带区域 由北纬三度58分到台湾岛南部、海南岛 一路向西、向北、往广西、云南、西藏界内延伸 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升至北纬29度左右 这个南北纵跨25个纬度、东西横跨29个京度的区域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也是中国热带雨林的主要分布区 林中野生动物种类繁多 拥有板状根的巨树高大挺秀 交织缠杂的藤蔓让人难以通行 参天古墓的树干和枝叉上布满附生的花草 从天而降的藤经、气生根 宛若一座座令人目眩的树瀑布 地球的北纬21度基本上都是西树草原、荒漠和沙海 而同处在北纬21度的西双版纳 却是另一种景象 翻腾的云海之下 山间盆地和林间河谷交错分布 茂密的森林里密不透风 然而长期以来 许多外国专家都断言 这里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 那么西双版纳的雨林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又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的呢 为了深入探索这片神秘的森林 地理中国栏目组在专家的带领下来到西双版纳科考 西双版纳逮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 距离省会昆明市约520千米 传说在西双版纳的雨林里有一种特别的空中花园 它们离地面十几米甚至几十米高 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花园里生长 而为这片花园提供卧土的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土壤 而是一种被称为鸟巢绝的植物 科考组决定 对西双版纳雨林的考察 将从寻找和解密奇异的空中花园开始 李东是西双版纳的一位攀岩爱好者 受科考队的邀请 他和同伴一起进入雨林 寻找神奇的空中花园 在这一块雨林里边经常走 就对这些植物和这些雨林的一个生境 有很多的兴趣 通过攀爬可以到树冠上去探索树冠层的一些植被 热带雨林中树木高大 林冠层一般都在三十米左右 为了帮助科学家了解到更多植物信息 他和团队成员专门学习了一套攀爬大树的技术 他首先要在发现鸟巢绝的大树上 选择一处理影响的枝叉 把挂着重物的牵引绳准确地抛向树枝 固定住攀爬设备 然而面对一棵相当于十多层楼高的大树 要想把重物以尽小的误差抛到准确的位置 往往需要上百次的尝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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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既需要进巧 更需要一点运气 看我的运气还能用几次 这项技术他们要练习半年时间 才能巧妙地避过复杂的枝叉 抛得高且准 热带雨林中高温潮湿 树木上有很多附生植物 其中就有大量的蕨类 在李东的协助下 植物专家刘光玉准备攀爬一棵50米高的大树 他今天的考察对象是生长在树干上 距离地面15米左右的鸟巢蕨 单绳攀爬既要尽数 又需要充沛的体力 往上推 按住往上推 只要能吃上去就卡住了 科学家他们上去的话 可能不加有一些训练的话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做起来你这样抱 我们是为这些 我们是为这些 现在热带于林的林冠层 这里十几米的高度 我们爬到这么高位的来看一个奇特的复生植物 这个复生植物叫鸟巢节 看起来就像精灵一样的长在树上 这个植物比较有意思 它的叶子都是像一个锅状或者像一个鸟巢状 那么它怎么来获得营养呢 它主要就靠这个叶子来收住枯枝落叶 降解之后变成营养素 这个植物跟其他一些复生植物 形成了热带林里面最奇特的 以林奇观之一 空中花 接着开来城下棈cape 热带伍 东西 根本您 STRONG 让你生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阳光、水、船粉的媒介 资源是雨林里万物竞争的一切 刘老师说 雨林中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一年有1500万颗幼苗生长 这些幼苗成活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一 生存下来的幼苗想要成才 向上生长是唯一的出路 冲出层层包围 在灵关之上享受阳光的散生巨树层成功了 然而均树层层的存在造成了育弊度极高的临下层环境 没有风 花粉的传播便成为一个难题 除非传粉者的到来 鲜艳的花朵意味着其中深藏幼枕的花蜜 还有将被传播的花粉 木瓜绒的花开在果实内 这意味着一般的昆虫看不见花 更不会给它传粉 这样独特的结构仿佛使它没有未来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荣小枫给它们带来了希望 每年四月 荣小枫在荣果内孵化后 浑身携带花粉 再飞到其他荣果内繁殖 荣小枫是木瓜绒唯一的传粉昆虫 作为回报 木瓜绒为荣小枫提供温暖舒适的繁殖场所 我们要去试看每一个果子 这刚才有个口 有个口 当它开花的时候 这小枫就会从这个口里钻进去 给它收回来 剪个果子 试试看我的切开 是它内部结构 里面这一圈 这一圈这些都是它的雌花 小枫在里面 山鹅玉女 同时帮助它完成这个摄粉的一个过程 刘老师说 荣小枫在进入荣果时带着花粉 在给木瓜绒传粉后死去 蜂卵 依靠雌花子房的营养生长 成虫之后 爬出荣果 开始新一轮的繁衍 荣小枫飞进荣果内 却不是一帆风顺 黄金蚁 一种在木瓜绒上的社会性昆虫 荣小枫是它们的主要猎物 不管怎样 荣小枫都会放手一搏 因为它们的生命 总共就只有十几天 这些落在表面 将长长的产卵气 插进荣果内的荣小枫 其实是一群想不劳而获的寄生者 它们将卵产在荣果内 占据了蜂巢 却不能给荣果传粉 通常来讲 这个蚂蚁它既会补食它传粉的小枫 也会补食寄生的小枫 好像对它是有害的 但是这个蚂蚁经过研究就发现 其实上对它有很好的好处 就是它会把这个寄生的蜂 控制在很低的数量上 黄金蚁捕猎这些寄生者 让传粉的荣小枫 有更多机会进入荣果 无意中维持了一种奇特的平衡 荣树依靠荣小枫传粉 才能完成有幸繁殖 而荣小枫的生存 又依赖荣树雌花供给的营养 相互依赖 相互给予 互利共生 雨林里众多的生命 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空中花园 老金生花 还是绞杀现象 都是热带雨林的典型景观 与赤道雨林2000毫米的年降水量相比 西双版纳雨林一年的降水量 只有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 西双版纳热量偏低 拥有明显的干湿季节交替 这是一些专家对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心存质疑的主要原因 然而 1986年 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主席 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 亲自深入到西双版纳考证 回国后 他积极宣传并著书立说 向全世界证实了 北纬21度附近确实存在热带雨林 那么 他又是以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正是因为西双版纳龙脑香科典型树种 望天树的存在 在西双版纳逮足自治州 科考队遇到了正在密林中考察的邓云博士 密林中小溪边的几棵树苗 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看这边这棵 就是我们的一个望天树的幼苗 像比较容易识别的特征 就是望天树的后面有个小的这个土叶 像望天树 它虽然是种子掉下来以后可以很快蒙发 但是蒙发以后的死亡率一般也会很高 如果是环境比较阴壁的话 像望天树这些幼苗幼树长得可能会比较慢 一旦那个临床出现的话 它就会很快地长成一个苍天的大树 邓博士说 这几棵树苗已经四年了 树高才一米左右 生长极其缓慢 但这并不是它的真面目 条件适宜时 它生长极其迅速 而现在就迎来了一个机会 小溪的上方 一棵大树因为雷击而倾倒 这在热带雨林十分常见 大自然几年的时间就能将它分解 而大树周边的植被却为此欢欣鼓舞 它们等待这个机会已经有很多年了 大树突然倒下 它曾经生长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林窗 阳光能够直射地面 在阳光的照耀下 底层的植被 树木得以快速生长 小小的望天树终于等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它凭借通植 无分岔的树干 避免与外界植物的缠斗 一心向上生长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突破林关层 高耸入云 以株树林七十年的望天树 能长到五十多米高 胸径达1.3米 这种生长速度在树木中甚是罕见 也正因此望天树才能在热带雨林中成为晴天巨树 望天树挺立于茂密的热带雨林中 犹如一名傲古林林的剑客 由于其树冠似撑开的散盖 人们仰手落茂也难以看到树顶 望天树由此而得名 望天树皆是稀少且落过严重 不亦采种 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中 望天树每两万粒种子中 只有一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才 每一株高大的望天树都民族珍贵 望天树的果实从高高的树冠上掉落时 果翅如羽毛球般旋转飞落 可保护种子安全着陆 也可以让它飘得更远 从而保证种群向更远的地方扩散繁衍 这是高大桥木向四周散布种子的一种适应性结构 也是自然生命经历漫长演化过程 修炼出的生存技能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蔡西桃率领团队 到蒙拉县实地考察 他发现了这种热带雨林的代表性树种 龙脑相科的植物 当年蔡西桃老先生发现的这棵 约六十五米的望天树 证实了西双版纳的丛林就是热带雨林 望天树不仅有着傲视雨林的身高 更为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赢得了世界的认可 中国热带雨林的发现和确定 也开启了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的先河 蔡西桃老先生在西双版纳 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 这些高高在上 凌驾于其他树木之上的望天树 成为中国热带雨林的标志和丰碑 西双版纳的雨林不仅有望天树这样具有身份象征的代表性树种 更有谜一样的植物让科学家们既惊喜又好奇 老虎须一种拥有着黑色花朵的奇特植物 往往生长在雨林的阴壁处 黑色的花朵可以让它们即便是在阴暗环境中 依然可以很好地吸收生长所需的光和热量 这是老虎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做出的抉择 这个片绿色的叶子下面就是我们奇特的老虎须 你看这个植物非常奇特的是 它这个花瓣形成了非常奇特的花丝状 这个是它的包片 这个植物可以说是我们西双版纳最典型 最奇特 也最有科学意义的一个植物之一 刘老师说 老虎须花瓣的奇特形态 曾引起众多植物学家的极大兴趣 大家在研究中有两种假设 有人认为 须花是吓唬孽齿类动物的伪装 顾名老虎须 也有人认为 在雨林密不透风的环境中 须状的花瓣能提高自焦的效率 然而 这两种假设后来都被推翻 至今老虎须的进化 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每年的五月到十月 在西双版纳半年的雨季里 雨林里的每个角落都享受着雨水的滋润 万物生长成为了雨林里的狂欢 然而 随着十一月的到来 这场狂欢画上了句号 雨水不再频繁光顾 只有弥漫的雾气 为饥渴的植物带来些许安慰 这是西双版纳雨林的汉迹 对水的竞争 让众多的植物开始变得紧张 于是 这片神奇的雨林中 无数的生命又开始了 更加激烈的生存比赛 这些在雨季蓬勃生长的雨林生物 又如何经受汉迹的考验呢 这片雨林有关生命的精彩故事 仍将继续上演